而有国气鸟之称的灰面狂鹰 10月初才刚过境台湾 没想到却传出了被不法猎人 残忍猎杀 最新情形联系的记者张欣宜 12主播透过警方有夜市功能的红外线热血 一可以清楚的看到 树丛间有人已拿着长枪不断的移动 被车厌埋伏的园警逮个正招 当场救出了12只奄奄一息的保育类国气鸟灰面狂鹰 其中7只伤势严重 来不及宋一旧已经身亡 另外5只重伤的国气鸟则被紧急送往屏东科技大学来急救 希望能救回他们宝贵的新秘 我们这次所查过的数量总共有12只 那这12只里面有5只是活体 但是因为都有受伤 所以说我们目前已经送到这个平和大去急救 正值双十国庆 有国气鸟支撑的保育类候鸟灰面狂鹰 过境屏东县恒春半岛 却因为这几天烟雨绵绵无法继续往南迁徙 没想到引来猎人的际雨 恒春警方听到深山传来空气箱的声音 车也埋伏 果然逮到一名拿着钢珠空气枪的猎人 受伤的灰面狂鹰 有的是翅膀被打伤 有的是身体被子弹直接的贯穿 非常的残忍 警方过于步伐的猎人们要小心了 因为新天宫的红外线仪器 将会让这些步伐分子无所遁心 原来现场最新情形将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 好谢谢欣宜 我们看到真的很残忍的猎人 无情的射杀 保育类国庆鸟 这是我们收到这一听消息 提供给您